大家晚安 又有一个新的台风生成了 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 洋柳台风 不过还好的是呢 它接下来会先登陆菲律宾 再朝西进入了南海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影响不大 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大家可以稍微的放点心了 预计明天呢 各地依旧是晴朗又炎热的好天气 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但是呢 从礼拜四开始 这个洋柳台风啊 它的外围环流会带来一些南方的水气北涨 导致呢 各地无后阵雨的机会会明显的增加哦 提醒大家 礼拜四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目前呢 可以看到在台湾东方的海面上面 一路的延伸到台湾上空 都是晴朗一片的好天气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地方 都是下沉的气流会抑制对流发展 所以天气状况都是很稳定很晴朗的 而且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洋柳台风呢 它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也因为北方有太平洋高压阻挡 所以让它没有办法北上 所以接下来呢 会直接的潮汐 往吕宋岛的方向前进 再进入南海 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不过在它进入南海之后呢 它的外围环流 就会带来一些南方的水气北上了 导致礼拜四之后呢 台湾各地的水气都会明显的增加 无后雷阵雨的机会 也会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礼拜三呢 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都是很清朗 炎月稳定的好天气 就像今天一样 不过从礼拜四开始呢 这个水气北上之后 水气增多了 无后雷阵雨的机会范围 跟规模也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礼拜四之后外出 大家务必都要记得带上雨具了 早上出门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不过啊 中午过后恐怕就会开始变天了 好所以呢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依旧是好天气 而且高温啊 都有机会来到33度以上 特别是北部的都会地区 大台北都会地区 都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 提醒大家 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而且质外线很强 也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